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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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 第一張 文史記載是 600萬年前左右 對 那地球造戰運動 台灣這塊土地從海底融起來 所以說這就變成 我每天的統帥千萬個士兵 梯田總共有五階 一階一階的掉下去 五階的梯田 五階的梯田 對 然後要靠他來幫你 處理這所有的士兵 大概五千萬 他們看到你來 就好像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每個你看擠成這樣 已經被擠到這旁邊了 你的蛋雞 而且這些就是 是 不只 而且他很快樂 你每天吃牛排 對 你看 不讓台東的博朗大道 鑽美魚錢 苗栗的西湖也有一棵 金城武樹 你可以叫他黃金一路 你也可以稱他為 還鄉小鏡 這裡有全東南亞第一高的神像 它有299塊的花崗岩 還有161塊青斗石所建成 高度約26.66公尺的媽祖神像 這裡是苗栗縣的西湖鄉 是一座純樸的客家山城 但據說 在這裡藏著許多海龍王的銀壁 香耶 陳大哥 你好 陳大哥 來這裡找你到西湖 要找你有一個要事相求 聽說在我們西湖這邊 有一個叫做海龍王的銀壁 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這個我從小看到大 是喔 可以帶我去嗎 來 不要急 我們先來去看文旦 好 走 你好 是 你好 這位是 球哥 球哥 你好 我是這裡的文旦園的園主 這個文旦都是你種的喔 對 在這裡是 但它在路邊耶 對啊 所以這是什麼 天養的 沒有啦 還是要管你啦 怎麼管 文旦跟柚子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這個就叫文旦 是中秋的 你說的柚子是白柚 白柚的話 基本上是什麼時候會有 白柚大概要到重陽節 重陽節過後才會有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啊 對 因為現在距離採收期 我們大概還有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摘下來的嗎 因為還沒熟對不對 還沒 還沒 而且這些文旦都是 我記得文旦好像是要厚熟的是嗎 要放下來厚熟嗎 對 因為採下來它還是要 讓它風乾 縮水 才會更好吃 對 好喔 因為這幾年我們西湖推廣 文旦都漸漸有走出市場了 西湖文旦 對 好酷喔 這裡還滿大一片的 而且就在路邊而已 對 我剛剛沿路走上了 而且好香喔 這個很多幼香 對不對 文旦 在台灣栽種歷史超過了300年 因產其接近中秋節 而成為應景的水果 苗栗西湖因為氣候適合 加上良好的栽培管理 出產的文旦皮薄多汁 帶有蜂蜜的味道 雖然無緣品嘗西湖文旦 但酋哥說 既然來到它的地盤 還是要請我講嘀嘀 這是什麼風 義大利西洋風 義大利西洋風 幾乎一般 像台灣的蜂蜢它都是這種風 就是這種風 義大利西洋風 你知道其實環境指標就是 我們不是常常在講嗎 蜜蜂啊 蜻蜓啊 樹啊 什麼蝌蚪類啊這種 因為你環境夠好 蜜蜂才會在 有一句話說 如果這世界上蜜蜂消失了 那就表示 這個宇宙也快毀滅了 對 所以蜜蜂非常非常的重要 哇 你自己在家就是 你是蜂農嗎 我算業宜啦 就是其實就是自給自足就對了 對 因為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鴨母坑段的龍眼很有名 對 所以我會養蜂就是因為 這個原因 因為蜜蜂它會出去採的龍眼蜜 回來你就有龍眼蜜了 對... 因為鴨母坑這邊是 最有名的就是龍眼 對 從以前到現在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 你好聰明喔 在龍眼區養蜂 那你就會有龍眼蜜耶 好酷喔 那它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取蜂蜜 其實現在就是養殖期 養殖期了 採蜜就是三月底到六月初 三月底到六月初 就是這一個期間 一年只有一次而已 大哥請教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蜂農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都是在山區裡面 對... 對不對 它才有辦法去採蜂蜜 我如果自己在家裡的頂樓 我啦 在花蓮的頂樓 我弄了一箱這個 一大利西洋蜂 它會去哪裡採蜂蜜 也是因為現在很流行 城市養蜂 它一定會採蜂蜜對不對 對... 不管是它去哪裡找 對 還是會有 它一定會飛出去再飛回來 對 因為它們你像 很奇怪喔 你看這一箱 為什麼它不會過來呢 蜜蜂它們用定位的 對... 它蜜蜂它自己有屬於 這一箱的荷爾蒙 這一箱的它不會跑到那一箱 對... 它跑到那一箱它會被打死 對... 它就回不來了 對... 好酷喔 那我要來試試看 在我家裡我養蜜蜂了 我老婆又要殺了我 所以你只要把女王蜂 抓一隻放在你的身上 它全部就會飛上來 對... 因為它... 你那個...它的肺洛蒙 肺洛蒙 對... 它會全部過來 哇... 肺洛蒙 天啊 這樣做... 肺洛蒙喔好不好 是陽光滿溫泉的 對啊 這個... 那個嗎 沒有... 這樣是沙子 好在這邊 對... 哪邊... 哪邊... 這邊 有沒有一隻很長的 等一下 在哪裡啊 我現在沒看到它 草草...在那邊 你有夾子嗎 不行... 它就是王 女王蜂 密麻麻的 這些蛋全部都是它生的 對啊 有沒有 那裡面都是用右蜂 你知道是採蜜的嘛 公蜂嘛 對... 其實這個... 這一箱蜜蜂裡面有三個蜂 一個是女王蜂 這個一般的就是公蜂 公蜂嘛 還有一種這個 這個呢這個熊蜂 這個就是熊蜂 熊蜂 在這裡 它都是... 會吃不會工作的 但是你沒有熊蜂又不行 對 因為它要交配 一家之主嘛 對... 是啦 大哥 這我們都懂了 來 裘哥說 因為老家附近沒什麼鄰居 最多的就是龍眼樹 於是在六年前 開始嘗試養蜜蜂 自採自消 天然純蜜 雖然沒有精美的包裝 但客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傳 帶著熊哥炮製的蜂蜜水 出發來去找海龍王的銀幣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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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原來你住哪裡 你住那裡 正對面 那兩棵住那裡 你確定耶 確定 陳大哥你家住對面 陳大哥你家也住對面 你們兩個都姓陳 對 然後你們是怎麼 之後在這邊用喊的喔 對啊 真的假的 對啊 要過去要怎麼過去 又走了 還是要這樣下去再過去 對啊再上去 我... 我小時候上科都做河谷耶 上學了 是喔 對啊 好 我們下去河谷看看 河谷是可以穿到外面的 過得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这里吗 嗯 到底 就这边 海龙王的银币 什么叫海龙王的银币 这是山里面 山里面跟海龙王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懂 还是它是特殊的植物 叫银币 程大哥 海龙王的钱币是什么 你说这么有名 这里很多人来找 对啊 每年都很多 老师 教授带着学生来这边 做生态研究 是喔 做生态研究 生态研究的银币 我想来到什么关卡 跟生态有关 然后是跟海龙王有关 对 跟海龙王有关 表示它跟海有关 对 跟海有关系 是什么 海 在山里面 会有的 过山虾 从海边来的 啊 螃蟹 也是从海边来的 是吗 对 对 这边 真的有那个螃蟹化石 在我小时候 这边有贝格化石 螃蟹化石 所以是化石就对了 想不到海龙王的银币 居然是化石 程大哥说 别小看这条野溪 几十年前 这里可是山上居民的水源地 只是现在几乎 没有人会进入 只剩下野生山腔 鸟类 以及远古时代的化石 这条溪都要往哪里 这里你说这以前叫做 阿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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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母溪 下游是往哪边 西湖溪 往西湖溪去 上游呢 没有的 没有的 这里是源头 那为什么源头水这么少 又有下雨啊 这阵子有下雨 有下雨才会有水 所以它平常是干的就对了 对 这个 太难了吧 有没有寻宝的感觉 我发现台湾特有是太... 文史记载是 1600万年前左右 对 那地球造散运动 台湾这块土地从海底融起来 所以说这就变成海胆的分场 人生有谁能够踩在化石上 台湾第一点 我发现台湾特有生态了 台湾特有的 垃圾 你们来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来的就把垃圾带走嘛 放在原路我等一下拿 等一下放在那边 等一下拿去 天哪 这个 贝壳化石耶 贝壳贝壳贝壳 你看 这好多贝壳化石 等一下 我洗一下 我洗一下 这个 这个 等一下这什么 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哦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啊 是这个吗 对 对 这是什么 待会我们继续找 可能还有更漂亮的 不是啊 它这个是 这是人家吃剩下的蛤蜊吧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这个耶 不是 这不是蛤蜊 那这是什么 贝壳化石跟海胆化石 海胆 对 在哪里 这个就是 这是海胆 对 我真的看不出来 海胆不是圆的吗 它这个都还要去整理 这些都是被那种 火山熔岩或什么 融在一起的 有 这有一点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比较有化石的感觉 它因为经过大雨的冲刷 嗯 它一直滚动 对 所以就是破掉了 对 所以它没有完整的一颗 它还是有 要找 有 完整的有吗 有 我们再继续找 一定会有 你说完整 我说圆圆的那种完整的 有有有 真的假的啊 那这个就先把它放回去咯 对对对 好不好 好 就先放 它就在这边 丢的海龙王的油 原来化石就是海龙王的银币 虽然捡到的第一个海胆化石 不算完整 但可以走访百万年前的化石产地 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来海龙王的金窟大门 已经为我开启了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树的种子 是树的种子啦 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 你像不像一个海胆 你远远看像不像一整颗海胆 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真的 让我捡到一颗完整的海胆 这是什么 果实啊 这是果实啊 五花果之类 好 再来 你说哪 啊 这个 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 这这么多 哦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的 因为 因为 我小时候 就走这条溪流上学 对 然后 每次下完大雨 这个河流都是这些海胆化石 嗯 我们都把它捡来当玩具 然后 然后 这几十年来 很多的 生态学家 对 教授 带着学生来这边做生态教学 哦 对 每年都是如此 我已经 五十几岁了 每年都是 很多海胆化石 到现在都是 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 嗯 但是你看哦 有海胆 它照理说这边应该也要有山谷才对啊 这个算地球造山运动 对 台湾这块土地 从海里浓起的 对 不是每一种生物都能形成那个化石 哦 因为它经过 生物 对 物理 化学 化石要形成需要高压高温 它才有办法 嗯 对吧 对 还有土 这个地质也不能太酸 太减 太减 它把那个 腐蚀掉 哦 所以化石没那么简单 像 我自己记得之前我们也去看过 那个恐龙的化石 恐龙骨头化石 所以它说你要真的找到一个完整的化石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需要整个的音速配合的刚刚好 它才会形成化石 所以是 其实蛮难的 但这边却能保留了 如果说 大哥你五十几岁 你从你小时候上课 一直经过到现在都看到这么多 对 但就表示这一片山的这片土地 是很有保存化石的特质 对对 对不对 它是靠那个 下大雨的时候 从山壁被冲刷下来 山崩的时候最明显 冲刷下来 就 才会跑出来 没有下雨 它就没办法跑出来 它这个好像 我现在看到它 好像什么东西印上去的感觉 它上面有 那为什么证实它是海胆呢 因为它是以前住在潮间带 对 潮间带的海胆就是住在以前 就是古时候那个沙滩 对 所以说它叫沙浅海胆 沙浅海胆 那它是一种扁平的海胆 哦 是扁平的海胆 不是大的圆的那种海胆 对对对对 哦不是像我们现在自己吃的 比如说马粪魔鬼 就歪歪吃一次的那种 不是那种 它叫沙浅海胆 根据调查 沙浅海胆的现身种 在西北太平洋的日本 韩国 以及中国沿海有普遍记录 但在台湾并未发现 只剩下大量的化石衣机 沿着河床前进 四周岩壁里潜藏着 成千上万海胆化石 期待每次的大雨冲刷 慢慢险入 成为一颗颗 金黄耀眼的海龙王金帝 所以说这个沙浅海胆 只有这边有吗 还有一个地方 对 也是在金石村 那边叫杜石地 那边有一个峡谷 峡谷 对 又有壮丽的峡谷跟 化石种 化石种 种 就是整堆的 整堆的吗 对对对 你带我去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走走走 每一块化石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这些石化了的生物遗体 是生物物理化学三种现象的结合 为了让更多无法亲自到场的学者 进行研究 陈大哥会将捡到的海胆化石 清修整理 慢慢还原成沙浅海胆的原貌 再寄给相关单位 而我们也将专一阵地 寻找更神秘 数量更庞大的化石种 好 等 大哥 你好 你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 这个化石种 不是 待会还有更壮观的 我怎么觉得 这个是近代有人来这边烤肉 然后丢在这边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然 确定吗 是黏着的 真的呢 它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 说是化石 这个应该说服不了我耶 这个我觉得应该 我不知道怎么说 它有可能就是被 等一下有没有 海产店一堆吃完丢掉的 因为这个 这个是现在还会有的贝壳啊 但是这确确实是化石对 它是化石 对 所以黏很紧喔 我觉得不是化石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你说的那个化石种 好 我们走 走 到了吗 大哥 到了 到了 在哪里 这边 这是海产化石 以前拒绝的地方 我每天捅在千万个士兵 梯田总共有五阶 一阶一阶的掉下去 五阶的地点 我做蔬菜水果 对 然后要靠它来帮你 所以这所有事情 大概五千万 第五篇就像这样子 罐头钻到马 我手上钻 而且它热热的 台湾第一点 这么多 哇 好多喔 对啊 等一下 这种 你说这种叫做沙 沙浅海胆 他們以前的群聚 就是這麼多聚在一起 對... 它真的全部都是耶 你現在看到不要以為說 你採載的是一個什麼 什麼沙岩堆積的 它是一整片一片... 全部都是耶 所以沙岩海膽確定是海底的東西 對 但是為什麼會在這麼高 海拔的山上 那如果用這個東西 來做一個證實的話 就這邊以前是在海底下的 沒錯 還是是說它在海底下 然後照百礦運動 所以把它擠上來 這個就是以前地球造山運動 所以文史記載是 600萬年前左右 那地球造山運動 台灣這塊土地從海底融起來 所以說這就變成 海膽的分場 經過600萬年的演化 就變成那個海膽化石 這很深山裡面 你們怎麼知道 而且它在溪谷的最像 就是... 這就是如果下大雨 這裡是溪耶 對啊... 你們怎麼會走到這邊來 因為我們在溯溪的時候 無意中發現的 我本...這本來是一堆樹葉 我想怎麼... 這裡怎麼... 好像有一個化石 結果一撥... 用水撥開 用水撥開... 就螃蟹滿滿的保障 就像說我們做的那個動畫 你一撥開 很刺眼這樣子 這個深處還很多 這只表面一點點 這很深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腳下踩的這一片都是耶 對 人生有誰能夠踩在化石上面 我們先下來好了 沒想到在台灣西湖的山裡面 居然還藏著海龍王的銀幣 也就是我們說的沙錢海膽 它的化石 所以由此可證明 台灣在這樣海拔的高度 以前至少它是在海底下的 造山運動把它... 砰... 坦上來 這也值得大家好好好的想一想 我們以前在海底下 現在變成在陸地上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們又回到海底下 苗栗西湖 滿山蒼裕的山林裡 藏著一座海龍王的金庫 在地球上曾經有十億種的生物生存過 而能夠形成化石的 卻只有十三萬種 大自然打造了這座寶庫 就讓它靜靜地留在原地 老實告訴你們 我是來工作的 你信嗎 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聽說在這個農場裡 有一個地表最強的青稻福 而且台灣農業要翻轉 還得靠它 它還有將近百億的身價 我們來去找教授 教授 石教授 你好 你好 沒事 沒關係 我們聽說教授在這邊有一個 就是對要翻轉台灣農業 然後它又有百億的身價 是 我退休以後就來這裡了 我統帥 每天統帥千萬個士兵 真的假的 千萬個士兵 然後幫你管理這一切 對 就這一片 還有下面 下面我梯田總共有五階 一階一階的這樣下去 五階的梯田 對 然後要靠它來幫你 當然 處理這所有事情 大概五千萬 每天 每天 五千萬個士兵 出動 所以那現在在這裡面有嗎 這裡 這裡還沒 還沒有 他士兵沒有作戰的時候 都在兵營裡面練兵 他在練兵 當然要練兵 要不練兵 要不練兵 都出去做肉殼 什麼東西可以這個樣子 而且把台灣農業 要靠它翻轉 為於宜蘭頭城山上的生態農場 是石教授 從台大昆蟲系退休後所經營 為了當一位專業的農夫 石教授會根據四季 更做適合的有機蔬菜 完全不用任何化學藥劑 輕力輕微 推廣從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教育 讓這座有機農場 不僅有動物的認證 也有國家有機認證 雖然說它上面都有被蟲咬過 那代表是你都沒有噴咬 這裡就有一隻蝗蟲 對 你是完全都沒有在噴咬的 是 然後這裡全是有機栽作 對 我是有機驗證過的農場 但是你可以把它種得這麼漂亮 這跟我那些千萬名士兵 也有關係 如果它能夠這樣的話 那它真的是能翻轉台灣農業 是喔 真的 事實上 都不用用其他東西 只要靠它 就能變這樣 當然也要我 我覺得當它的學生應該很開心 因為它就是一個 讓我覺得完全學以自用 好像一本書 你隨時可以翻開來 然後把你對生態 想要了解或者是欠缺的那一部分 把它補齊 就好像一個序列有沒有 然後缺了這一條 你就問它 它就幫你補進來 然後你就竄起來了這樣 其實在冠型農法裡面 現在被最詬病的 大概就是殺蟲劑跟化學肥料 對 這兩個如果拿掉的話 冠型農法的耕作就會比較困難 病蟲害處理有一個方式 就是要少量多樣化 你看這個是豆科 這是甘薯鮮花科 所以它們不同科別 它們昆蟲喜歡吃的植物 其實有一定的 它就是它的季組植物 有一定的範圍 OK 好像你養殘寶寶一樣 對 吃商業 給它吃地瓜葉它就不要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這塊地裡面 少量多樣化的去種植 就是說 喜歡吃地瓜葉的昆蟲不會太多 因為沒有那麼多東西可以吃 喜歡吃豆子的 那個這個 譬如說四季豆的昆蟲也不會太多 因為我少只種一點點 對 所以以前阿嬤的那種耕作方式就是 自己家裡面的後院 就種所有全家人要吃的菜 一年四季一直在改變 然後少量多樣化 現在台灣現在農業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追求的所謂什麼 量 對 量 對不對 比如青蔥專業區 對 高麗菜專業區 對 你想想看 喜歡吃高麗菜的蟲一進來 全在那個天堂 食物沒有限制 天堂 天堂 石教授 我們來去看一下 你的千萬大軍好不好 這麼快 這麼一講 我再去看它 是喔 我覺得會不行 好 因為如果它能夠翻轉台灣農業 你還不知道嗎 你一定要知道 是 好 我們來去看看 好 石教授 石教授 我們這要往哪邊 這裡是我的育嬰房 育嬰房 育嬰房 怎麼看你在講育嬰房 講得滿臉就是笑容滿面 你的嘴巴笑到快到耳朵了 先生就是一種喜悅嘛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看看育嬰房 在這個地方 黑水萌 萌 你看 這男男女女在這裡 是 原來你是用黑水萌 是 你看全身黑嚕嚕的 長起來像蒼蠅又像蜜蜂 但是它是一個對生態環節 非常有用的東西 是 而且它不吃任何的作物 它只吃露水 對 對不對 只吃露水 所以你養這麼多的黑水萌 是 好多喔 所以這裡面你說男男女女都有 對 這裡就是讓他們在這裡求婚 對 然後呢 求婚以後成功了 它就交配 對 交配以後它就產卵 在哪裡 來 產卵 產卵 一般生物都有一個習性 是 就是說 它要保護後代 會找一個隱秘的地方去產卵 要不然它的後代 會被其他的天敵去傷害 對 所以我怎麼去創造這個隱秘的環境 我就在這個木板上面釘圖釘 所以我一個木板一個木板疊上來 你看到 這裡面都有縫隙 對 所以這個縫隙就變成是一個很安全的場所 讓黑水滿安心的在這裡下單 所以我每天都會這樣 我每天都要換 對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打開來 對 我把這個昨天放上去的這個 把它拿出來 對 你看 昨天放而已 對 昨天放 它每天都會生卵 昨天放它就產卵了 對 它的卵長什麼樣子 你外面看一個巷子 其實裡面 我隔了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對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翻轉農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質 是什麼 這個是蟲分 這個是它的蟲分 對 他們看到你來就好像知道 要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是喔 每個你看擠成這樣子 都已經被擠到這旁邊了 你的蛋機子 而且這些就是有機機耶 是 不只喔 而且它很快樂 你每天吃牛排啊 對 你看 台灣第一店 它的卵長什麼樣子 來 黃黃的這個都是 這個就是它的卵 這個很細很細喔 比沙子還要細喔 我剛剛看我還以為是墓穴 或者是潮池長出來的 沒有...這個就是卵 這個就是卵耶 我第一次看到黑水黃的卵耶 是...而且外面的這個 其實是不多啦 對 我們來看裡面的才會多 你看 這個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纏 你就是了 這個就是 這麼多卵耶 對... 它的... 一層一層的啊 這個也是 一隻黑水黃 大概可以纏一千個卵 一千個卵 對 這裡面呢 估計啦 超過十萬個卵 所以你這個不是千 你已經不是千萬大菌 你這是億萬大菌 億萬大菌 黑水萌 原產於南美洲 是一種腐蝕性昆蟲 其幼蟲靠著吃廚餘 動物糞便 動植物屍體等 腐爛有機物為生 被稱為大自然的青稻夫 近年來啊 被視為推動 永續農業的重要角色 剛孵化的幼蟲體型很小 大約只有一公里長 隨著幼蟲的臨期增長 食量也會跟著增加 可說是幾米大一村喔 為什麼要放在網子上 因為孵化了以後呢 它會往下鑽 所以往下鑽了以後呢 下面這個呢 就是放我們給它的飼料 它吃什麼飼料 你給它什麼 現在我是用豆渣 發酵後的豆渣 發酵後的豆渣 這個是我們吃豆漿以後呢 剩下來的那個豆渣 黃豆的豆渣 黃豆的豆渣 然後它孵化了以後 就掉下去嘛 對 掉下去以後就在那裡生活 對 這是第一天的 這是第一天的 這是第二天的 第二天的呢 第二天的呢 我們來看喔 你其實還不太容易看到 你注意看 你有沒有看到很小很小 會在動的 有 有喔 你有沒有放大鏡啊 還是顯微鏡 沒有 你這開雙倍也拍不到對不對 這是孵化第五天的 我的天啊 所以它長得很快啊 糟糕 來 第五天就像這樣子 萬頭鑽洞吧 第五天 在我手上鑽 而且它熱熱的 熱的 它是熱的 因為它要代謝嘛 新陳代謝 它產生的能量呢 就用熱的方式呢 撒大出來 所以說我有千萬 你說億萬啊 一點都不誇張啊 真的 每天都要有 然後 新冰入 現在你要把它放到哪裡 現在喔 因為這樣子 這個時候還小的時候 其實餵奶等等 其實很容易處理嘛 對 等到它長大了 像兵營的士兵 對 你要有多少火鍋 去煮飯才夠它吃 才夠它吃 對 所以到五天以後呢 其實餵食 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接下來我無法照顧它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去哪 我呢 就送到一個更好的飼養系統裡面 還有 對 坐…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我餵養這些千萬大菌 你說億萬的廚房 對 這裡啊 等一下 我們這個是我自己發明的 自動化的飼養系統 你發明了這個東西 對 然後它是他們的廚房 對 餵給他們吃 我有一點腦子轉不太過來 七年前教授開始研究黑水融 直到今年三月 終於設計完成了直立式養蟲箱 並且取得了專利 教授說 黑水蒙幼蟲階段的十五天當中 消化食物的速度非常快 體重可以增加四千倍 利用廚餘餵養平均一公克蟲卵 可以輔出一萬隻幼蟲 而這一萬隻幼蟲 就能夠處理掉十五公斤的廚餘 是不是很驚人呢 一邊都可以放到那個 最上面那一層 對 那我這個機器呢 事實上呢 你外面看一個箱子 其實裡面呢 我隔了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對 這個小房間的設計呢 就是這一個房間 下面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 對 目前我這個設計有十個房間 對 所以剛才那個進去五天的呢 它就待在第一層 第一層 然後呢 我這邊有氣缸會推它 一天以後呢 我把它推到第二層 對 再等一天以後呢 我把它推到第三層 這樣一直推 一直推 它從上面 這裡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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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第十天了 第十天 它就長很大 它就是已經接近快要變成那個 化庸的時候 我給你看 從剛才你看到的那個小的 現在呢 它現在變這樣子 對 就變這麼大了 它變這樣 剛剛也是像那個 超級米粒的大小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是 剛才你還用攝影機還拍不到 你看 這兩個差多少 你看 一個是這麼小 一個現在變這樣 對 已經快化庸了 經過十天 然後變這樣 還有更大的 對 大大小小不一 對 你看 這個就是十天後的結果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這十天裡面 它要吃多少東西 所以如果我像在育英皇 那個時候這樣餵他拿 我已經沒有能力了 對 一天要吃兩三百公斤的食物 所以呢 每一天要準備兩三百公斤 對 我們就把食物拿用在這裡 然後利用幫浦把它送過來 每一層都要有 而且每一層呢 它的食物分配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 一年級就少吃一點 OK 二年級就多吃一點 對 到了高年級了 高年級還要畢業了 對 吃飽一點 所以我們的食物分配 就是按照它的食量 在每一層呢 供應它不同的食量 好聰明喔 對 等到它成熟成長好了以後呢 我們要讓它下來嘛 對 你看這個就是下來的蟲啦 對 這個就準備要去餵雞了 對 它夾雜的這些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翻轉農業裡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質 是什麼 這個是蟲分 這個是它的蟲分 對 台灣第一點 蟲分呢 它裡面除了有蛋鈴甲以外呢 事實上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 叫 甲殼素 甲殼素 甲殼素在土地裡 可以幫忙做 對 甲殼素在裡面喔 它如果你用在土地裡面呢 會刺激植物呢 產生免疫反應 它就會有一些抗病蟲害的物質 會產生在植物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甲殼素呢 放到土壤裡面呢 很多放射菌呢 它會以這個甲殼素呢 作為食物 它就會長得很大 這些放射菌一長大了呢 它就會去抑制那些植物的病原菌 病原 所以那個植物的病 會讓植物致病的那些病原菌呢 就長不起來 這個放射菌呢 有截抗作用 它會去 有一些龍菌梅等等 會去派吃其他的菌 我們已經從大的 比如說從冠型農法 講到有機農法 講到從有機農法 再來 你平常要想辦法去 抑制這些病菌生長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細小的分子裡面 都在根莖部去土地裡 去抑制這些病菌的生長 好強喔 太強了 我說我這些億萬雄菌 每天都在幫我 對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天才的玩具 所謂天才玩具 就好像他把他所認識的 跟他的資料庫裡 他的知識拿出來 實現成他想要的一個飼養箱 而且這個飼養箱很聰明 非常的聰明 他用電腦跟用時間 幫你去管理的所有的每一天 他可以成長出來 跟到最後你想要搜集到的東西 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非常聰明 他們看到你來 就好像知道要發生什麼事這樣 是喔 每個你看擠成這樣子 被已經被擠到這旁邊了 我太太說 這件是母雞啦 對 他們其實 就是要來烤吃的 真的 所以現在 你剛剛 剛剛我們在那邊養的黑水牛 對 他長大了以後 我就要拿來餵雞 對 你看這裡面 這個時候是最肥的時候 借我玩笑 對 這以公換素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說到做到 我現在開始做了 我要帶家人來一個晚上 他們完全就知道要幹什麼 你看 要灑眼 灑開它就每個人都有東西吃 對 原來是用這樣的工夫 好酷喔 你的蛋雞 而且這就是有機雞 是 不是 不只喔 而且它很快樂 對 它每天在吃這種東西 每天吃牛排 對 你看 你現在Toro的季節 你不是要油花昏布均勻嗎 對 這裡面的脂肪 大概上30%到40% 油花昏布均勻 這是Toro 真的 麻布羅 這實在是太厲害了吧 所以對我們的雞來講 對 它生活滿意度比較高 快樂指數高 快樂指數高 對 天天有牛排吃 對 快樂指數高 而且我看你還是用 真的是用 它有室內室外 對 它可以自由走動 它要吃就進來 對 它要運動就到戶外去 而且它很有漆架 都分離得非常大 漆架 對 每一隻每隻 休息 然後它要生蛋就跑去那邊 對 那邊是它的殘暖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撿蛋的人 就去外面 可以到外面撿蛋 這套工法實在太厲害了 我們想說翻轉農業 除了說我可以得到這些 動物性蛋白 蟲以外 對 雞可以長大 對 蟲糞 我現在剛才撒出去 有蟲 有蟲糞 對 雞把蟲挑去吃了以後 就剩下蟲糞 對 雞也會拉糞 蟲糞跟雞糞 混在一起 它就是肥料 就是最好的肥料 天然的肥料 你們剛才看到我所有的 有機的作物 都是靠這個 靠我的蟲 你這套理論 真的要讓很多就是 農於牧的人 你真的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講的所有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對你 將來在做種植 你在養殖 我覺得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而且這個理論這樣一下來了以後 對土地是好的 是 它回歸到土地裡面 這整個土地 再來的養分是好的嗎 養蟲 餵雞 然後蟲糞跟雞糞當回料 拿來做菜 對 做菜完了以後給人吃 人吃剩下的廚魚 又拿來養蟲 然後又回到你剛才講的這個區 我本來就知道黑水門 他是可以 對 青道夫的角色 他扮演得非常好 只是來到這邊以後 你又更清楚 黑水門他扮演的青道夫 在這個大戰的環節跟土地裡 扮演一個多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今天跟石教授聊天 聊完了之後 我 因為我不是農夫 我如果是農夫的話 我會完全改變我對於土地上 種植的所有的觀念跟概念 就像我自己很喜歡中東中西 陽東陽西的 現在我就更確定 如果我今天要種有機的蔬菜水果 我應該還滿有把握可以種起來的 I think I'm my number one I think I'm my number one I think I'm my number one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開啟小鈴鐺喔